原文再讀书接上一回 话说田翠云要铲除李世文这颗黑声 他在旁边善音风点鬼火 瞪了李渊一眼的话 万岁 我和你所说的那句话 现在是灵验了 一点都没有假了 对了各位 到底田翠云曾经和李渊说那句什么话呢 是这样的 没有三年春二月 李渊去中南山那里制告天地 王太子建成 他就乘机走进去花月宫 入到去之后 见一个十六七岁的美女 高玩云继身着着幸王罗衣 粉面香疏一对幸眼 体态轻迎迎风平立 真是好像芙蓉露水海塘罪人 桃花初战离花带月 露玉碗手托香冥 启英图漫唱情诗 个性远转轻趣悦耳 唱完之后 从个万母罗衣 好像天女散花那样 哼 说什么 西施是茶迁 吾望 亚太的 广寒先子下瑶池 建成一体 早就已经心缘 二马如醉如痴 这女子一见太子 她就念好 罗衣上前相见 启诛唇 燕与恩提 甜蜜蜜 一团和气 转秋波 暗传 万种风情 建成一时之间 就成身寸远 二马难伤 一冲上去 抱着那女子 说 我的心肝宝贝 久后 我若登草狗 我不立超阳 天地难用 刚好就被 奉武命 尹建成的 二皇千岁 李世民 撞见了 那到底 那个小贵妃是谁 就是那个 贱妃田翠云 事后 建成和田翠云 两个人是密某 对李渊 反过来 说是二皇千岁 李世民 调弃她 因为李世民 平时 宽奏仁慈 不贪恋 走息 李渊 听了之后 半信半疑 再都没追究 建成和田翠云 一见这条 计不得了 又生了计 暗中 串通一个 书法先生 模仿着二皇千岁 李世民的笔迹 写曹席的 七部诗一首 也就是 主导 言斗基 斗在 虎忽 虎忽 本事 同根生 相殲 何太急 日帐树战 暗暗藏在 李世民的寄宫 等李世民出征不在了 田飞 仁慈 说要看二皇儿的书画 邀请李渊来到李世民的寄宫 特地将那首诗翻出来 当时李渊看得很不高兴了 并且那个田飞又在一边加油添措画 那些人都说 说二皇儿有反心走后失言 要杀建成立志之为太子 以前我听到都不信的 不过从一首诗看来 我叫万岁爷 你都要有所准备才是吧 从此之后 李渊是处处对李世民暗中留意 始终没什么把柄 那今天这件事 又经这个田飞一煽动 就起了作用了 李世民见田飞话女友 说恶意中伤 气到他满面通红大声话了 父皇 你如果中间不变 听信蚕言 妄杀功臣 那就难免会众叛亲利 攻山难保 李渊半是想发作了 听到这句话 他是灯时大怒 手拍龙书案 大喝一声了 但是 你这个狂妄的业子 前一番 你保本坦户反臣 我都还没问罪 你现在又如此放肆 作咒为虐 肯定和反财同党 殿前武士 再 将役子绑腐五门 和三个半臣一起 斩首是装 嗨 那些殿前武士 怎么敢怠慢 立刻冲上去捉住李世文 五花大帮 绑起上来 仲文武 求情也没用 唐李渊这阵 无论如何都不肯用情 结果李世文 就被仲武士 压到发墙 排在第四位 马恩楼三家老国公 一见这样 个个都老类中宏 而李世文为自己保不住三家爱卿 也悲痛难忍 正在这个时候 滚 第二声追魂 炮响 吹息了两盏催命灯 炮响三声就要处斩了 这个时候满朝文武 三公六丸 个个都神色方张 豆皇后她闻信之后 就赶上九龙亭 劝奸李渊 知李渊一意孤行 而田翠雲又在一边那里 善阴风点鬼火 豆皇后气愤难领 她把心一横 哭着就立起鳳衣 一遮遮着她的面 一头就想撞在九龙亭上面 滚一声 就好像行雷一声 这一声 长安省地动山摇 就好像唐山地震那么厉害 哇 豆皇后只不过是一个辅导人家 她就算是盼了一死 把头撞在明柱 都不止这么大声 怎么会将长安城都震到动起来 各位 千万不要误会 这一声 不是头撞柱的声 是炮声来的 那到底是什么炮 是不是第三声追魂炮呢 那当然不是啦 三声追魂炮一点就要人头落地 记住啊 二千岁李世文和三家老国公 他们是没死的 那到底炮声在哪里响起上来的呢 各位 前面已经说过 火神廟擂台前面是架着三尊震雷大炮 正话的炮声 就是震雷炮点响了 震雷炮厉害了 是西梁下国进攻的九菇熊英 龙天炮 但是火药就要装三百斤的 食得多就萎得多 一发脾气就地动山摇了 这一炮一响 就波及九关轰动四野 连锁反应强烈 军民百姓不安 满朝文武也都惊得杀杀荒 随着这一声炮响 火神廟里面是火神斗威 农烟滚滚滚 大火冲天而起 随着这声炮响 震雷官兵也都如淋大敌 那五百弓箭手就以乱战齐法 而那五百短刀手就要涌上雷台 雷台前面人山人海 这一阵 谁生就谁死 搞成怎样 一句半句话都没法才说得清楚 至于火是哪一个放的呢 到底是消失了多少人呢 这里暂且不讲字 说回八寨主罗成 他跟着丫鬟春途离开御河桥 放马飞滚火神廟 一只就经过东市场 刚刚来到街口 远远就见到火神廟起火 只见前大殿后大殿中大殿 前古楼后古楼中古楼 前后云塘 东西朗访 白龙烟滚滚火势冲天 一座火神廟可以说是成了火海 罗承一看这场大火 他知道了 肯定是晴咬金做的 心里面说 四哥 做什么我都不服你 但是放火这件事我真的很服你 火神老爷见到你 可能都要叫你做老祖宗 各位 晴咬金为什么要放火呢 这一个就是他们事先约好的讯号来的了 罗承从紫禁门回来 晴咬金点起大火 他们是要乘着混乱之机 等秦庆在擂台上跳下来 如果不是 秦庆即使在擂台上跳下来 也都很难逃命的 那现在就要讲回擂台上边了 真假秦庆从午时日一直打到美时 两个人累到精疲力准 权法暴露 漸漸也都松缓下来了 这两个人的内心也都十分紧张 时刻都注意着对方一举一动 希望看准一个机会突然襲击 将对方止于死地 那到底怎样才能够将对方止于死地呢 前面已经讲过的了 真假秦庆将各种拳讨 掌法 道路 腿弓 脚招 全部都较量过 双方各有千秋 本事不相上下 两个都很明白 不击中对方的要害 哪个都打不死哪个 只这个要害 就是对方练功运气的功门 记得前几回也都讲过 只要功门一破 那就见血封后 立即丧命 今天双方经过仔细观察 反复试探 秦庆发现了曹英的功门 是在降门前的会音乐上面 而曹英 他也都发现秦庆的功门 是在胸骨对上天突月上面 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不是啊 其实曹英是发现不到 秦庆的功门的 曹英以为是在天突月 其实这一招 是秦庆特意暴露出来的 秦庆要造成这个假象 来到将计就计 有意暴露给曹英 曹英是上党 那他就可以以假乱真了 书中暗表 好汉秦庆的九厂六林 见多识广 他为了选准的功门 落过六年功夫 花了十二分的精神 三次移位才定了下来的 要说他那个功门 就真是部位隐蔽 防守严密 欲包骨盖 同场铁壁 不阴不阳 不高不低 进退攻守 自动开闭 吸气运功 灵活自如 拳掌难击 腿脚难踢 刀枪不怕 水火不拒 神鬼莫测 玄妙无比 喂 那到底在哪里呢 哼 就是在左手的甲拉 这里叫做逆传阅 将功门练到在这里 就真的可以说是绝妙的 大家都可以想想 这个地方非常隐蔽 只要手臂一劫 来一招 捧铐藏珠 那你连手指头 你都插不到进去的话 好了 那咸咸幽嘴 再说好汉秦庆 一见火神渺起火 雷台六面灯时带暖 而且担高头 忙碌的天 过了午时 知道时机到了 他就炸得好像好惊 那样卖了个破绽 曹英一看他开心了 斗手精神 飞拳向着秦庆 一天突然 一取扔过去 秦庆一声 就打了下来 曹英以为 真是击中了秦庆的宫门 虽然见秦庆 整个美人大睡觉的招式 但其中有一只手 就掩着个胸口 所以曹英麻痹大意 大喊一声 水公 我拿你狗命 讲完之后 就一个恶苦扑食 猛扑过来 我 偿偿就要拿秦庆的命了 这次时迟那时快 秦庆他云来宫 使一个恶牛单插花的绝招 用左脚 勾住曹英的右脚 而用右脚 对准曹英的小腹 一脚就硬过去 曹英的多鼻不及 一声 四脚爬爬地 踏起地来了 哼 这趟对了 好看秦庆他马上 使出一招 礼羽打挺 一躍而起 顺势 抓住曹英的左脚 右手运弓 将全部的功力 都运在手指上 对准曹英的弓门 就撮力一刹 只听着曹英 一声 弓门即时 喷出一股鲜血 哇 痛到曹英牙关咬着 汗水如雨 杀时之间 成身麻木 就像弹车胎 被人放了气 软脚就 达底地来 猛金求饶 好汗 要什么 要什么呀 这个时候好看秦庆 他英雄未倒树 两目元僧 牙关咬得 冷冷气 渴了 擦供 你到底 你為什麽要冒充我二爺的名位,你老老實實說出來的話,這樣還有得商量,如果牙縫裏面露出半個筆字,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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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二龍山的,債主啊,到底是誰指使你的,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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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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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鳳灰啊,這個時候台下那些人大聲在那裡喊,不要搖損這個惡賊啊, 劈死他啊,劈死他啊,秦勤一看群情激憤,民怨沸騰,他就大喝一聲了,三層,你罪大惡極死有餘辜,留你在世上,只能害人而已,說完之後又叫我拿著曹英的左腳,張個身一刻护低兩手一發,張個身突然之間一起用盡全身力氣指聽的力勒指,啪一聲, 將整個曹英撕開兩殺啊,嘩,全場殺死之間,歡聲雷動,嘩,好爹 好了,那話分兩頭,再講一下東彩鵬的楚鳳灰,他聽聞那些兵卒尼布,說曹英被秦勤打死了,氣得他暴跳如雷大喝一聲,快點放天,殺死紅手, 好,那儲龍儲虎虎還在哪裏這麼採蠻啊,扯著弓雞喉大聲喊了,弓箭手,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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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箭,還有,刀斧手,上下,上下,上下, 嘩,那五百弓箭手一齊開弓,五百短刀手一齊白刀,就在這個時候,早有準備的雅剛兩弟兄, 飛身衝到上來,蔡關公,黃軍康,揮動,青龍掩月刀,托向那五百短刀手, 每次出出,橫劈亂斬,以個運勢魔王,情咬金,他就駛開兩把開山大風惡層層,衝向那五百弓箭手, 只見道起之處,人頭滾滾,撫起之處,人仰馬翻啊,唉,他們兩個人雖然囂勇, 但是又怎麼擋得住這麼多官兵啊,每次出出戰如飛黃, 嘻嘻嘻嘻嘻嘻嘻都此說片,這個時候好看秦勤在擂台上面一看,嘩, 擂台落變,兵是兵山,漲是漲海,只能夠顧上顧下,好難落擂台的咯, 正在這個時候,還聽到馬蹄聲響,二龍山的八家寨主,和花花太歲楚龍, 錦毛獅子楚夫,各勺兵人殺上擂台,眼看著雅剛兄弟真是性命難保啊, 在西面衝來了兩元小掌,為首一圓穿白掛掃,手執銀箭槍,就好像蛟龍出海,大網翻飛那樣, 槍起之處就血流成河,簡陋之時就人仰馬翻,這兩元小掌相信不用我講,大家都知道了, 就是無敵將羅成和丫鬟春途並馬殺到進來,殺時之間他們殺出一條血路,敵陣腳就亂了, 好了,秦勤一看,敵陣有扁,他知道羅成和劉虎的人殺到了, 一時之間他力量百倍,一勺勺起曹英的兩實屍骨,照著楚鳳灰打過去了, 那楚鳳灰那個老賊,他正在照顧招呼台下,他沒有提防,上面有死屍打到來, 耳聞風聲響,想說避都避不及了,他說,呀,不好, 好,讓他劈招呼,這個老賊就被秦勤打了個落馬, 官兵一見主帥落馬,即刻就衝過去扶他,這個時候,人群大亂, 好看秦勤看盡這個機會,他就飛到擂台,那些官兵和劉羅一見秦勤在擂台上跳了下來, 那個人就撿著兵人,嘩嘩聲,好像癲狗那樣,一直就撲向秦勤,秦勤一看,糟! 官兵蜂擁而來,自己手無寸鐵,怎樣刑敵呢? 殺死他,抓住他呀! 喊聲不絕! 一聽到這些喊聲,秦勤就反為急中生子,有了,讓我就地取材才得, 叫曹英替我抵擋一陣,要叫曹英替我去抵擋一陣, 秦勤他想好之後,他就在地上面,響起曹英的兩殺屍骨, 左攔右擋,就當是屬同姦來洗,再說秦勤,扯戰扯走, 喊,慢慢慢慢,他覺得手撿的屍骨越來越輕,那為甚麼呢? 唉,曹英的屍骨,畢竟不是丁氣,難得兩難,打得兩打, 又被人砍了一塊,再打得兩打,闊,又被人砍了一塊, 最後,到了最後,秦勤只是握著他兩條腳骨,沒有辦法迎敵了, 秦勤這陣,真可以說是慌亂之仔, 就是丫鬟春桐剛剛好,來到面前,大叫一聲, 二爺,接簡,秦勤一看開心,他立刻接簡在手, 那種高興法,不用說了,英雄有了兵器,就好像猛虎生逆, 羅城銀槍開路,秦勤是雙簡斷後,丫鬟春桐居中, 兩個人就奮力殺出重圍,再逆轉頭一看,仍然不見程咬金黃軍那兩個人, 秦勤說了,白帝,快進去接見你的四哥和五哥, 那羅城又似立反轉碼頭殺入重圍,在擂台兩側很不容易救出他們兩個, 弟兄四個人和丫鬟春桐就扯戰扯走, 知那些官兵怎麼肯放過你啊, 秦勤他們來到擂台東南國的大樓樹那邊,奇怪啊, 還有劉虎四個丫鬟在那裡牽著馬匹劫影, 劉虎畢竟就是四個丫鬟,春桐夏年秋谷東梅, 怎麼今天好像五個一樣呢,各位, 多出一個丫鬟,其實是假丫鬟來的, 她就是劉銀平小姐,劉銀平小姐已經和羅城頂了, 在這個生死關頭她怎麼可以不來啊, 在這個時候,不是談情說愛之時,劉銀平和羅城打個招呼, 就示意大家要撤退了,雅光四兄弟翻身上馬, 劉虎五位女將亦緊跟相隨,正準備損路出城,忽然之間只聽見,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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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連十二聲,震驚大炮點響了, 嘩,那些浩國嘀嘀嘀嘀嘀,慢那麼斯明,各位, 震驚大炮都響起上來還得了的, 長安城八十三萬雨林軍,而長安城外一百二十萬護城兵, 凡是武將都要劈袍掛夾,凡是軍兵都要守執離人的, 這個時候從長安的四門九關十二巷七十二條街, 軍兵都如同朝鮮湧向火神廟, 真是刀槍劍擊,邊簡隨渣, 拐子流聲,虎穴歐叉,大歐的,大人的, 大尖的,大刺的,大鐵環的,大套索的, 槍是槍林,刀是刀山, 刀兵馬隊蜂擁而止, 啥時之間長安街上面,被那些官兵堵塞了, 將雅光四兄弟圍到水洩不通, 秦庆就說了,三位兄弟,官兵重重圍吞, 我們不可以亂戰,最緊要的就是奪路而走,快點出城,走! 眾英雄斗手神威,羅成是一馬東仙, 而秦庆斷口,皇軍可情咬今天恥著神勇,撫起刀落, 對了各位, 那麼到底眾英雄在衝出火神廟的時候, 又有什麼周節呢? 欲知後事如何,請聽下回分解!